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只要是马来西亚人 我们都要看到一个和平的马来西亚 我们都不愿意见到 这种种族主义的霸权 继续在马来西亚继续的横行霸道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呼吁 如果 马华的基层 真的要他的领导硬起来 不是选一个 应该不是选一个 拍军工片的 树里 应该是选 要求他们的领导人 站起来 告诉武统 我们受够了 应该站起来 和明年的 和反对党的 国会议员站在一起 我们要马上进行改革 把这个武统 拉下台 不让他们继续的霸道 现在 沙巴沙拉越的 很多国会议员 已经等待这个时机 等了很久 所以他们随时会站起来 要求一个平等的 马来西亚 要求马来西亚人 尊重 沙巴沙拉越的 人民的 要求 要求油价 这个油的资源 可以更公平的 分配给 沙巴沙拉越 所以现在武统有一点 怕他们 所以有一点 糖果分 但是我问一问 为什么我们 半岛的 马华民政 不敢趁这个时候 争取一些我们 应有的敌利 我们母艺教育的地位 我们滑小的地位 我们不公平的政策 是不是这个时候 要求武统 马上废除 这个就是时候 所以如果我想 如果我们要看到 一个新的马来西亚 我们应该挑战 孟师姐 我们应该挑战 蔡西米 我们应该挑战 棋子根 作为 马来西亚人的代表 我不要说是 华裔的代表 作为马来西亚人 有心要看到 马来西亚一个 更光明的前途 现在是 行动的时候 不是讲 空口讲 白话的时候 不是讲 我们去见武统 希望他们会改变的时候了 因为武统 已经表现出来 他们绝对不会改变 他们绝对不会改变 所以唯一的时候 就是当机立断 和人民站在一起 现在退出国阵 马上加入明天 跟我们一起 创立一个新的马来西亚 如果他们有这个胆量 我们变天的计划会更快的成功 如果他们没有这个胆量 人民也是会用他们的选票 把这些没有用的政治家 把它丢到历史的垃圾桶里面去 这个就是人民的力量 所以我相信 上礼拜过后的马来西亚人民 已经是眼睛已经张开了的马来西亚人民 已经耳朵已经很敏累的马来西亚人 头脑清醒的马来西亚人 所以我在此呢 向大家致敬 我相信有你们的智慧 有你们的支持 我们会继续的努力 我们会继续的奋斗 一直到马来西亚 成为一个公平 一个繁荣的 一个公正的社会为止 这个就是我们今晚呢 希望大家可以这么热忱的支持我们 我感到非常的欣慰 我们看到各位呢 也抱着对马来西亚 抱着乐观的态度 我更感到欣慰 让我们一起努力 把这个不公平的制度改变掉 让我们一起努力 把这个种族主义的武统 拉下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个马来西亚的未来 就在你们的手中 阿昔卡利 感谢 salam sekali lagi salam reformasi 谢谢大家 sekali lagi 我请你多个拍摄 我们来拍摄 我们来拍摄 Sendera Hatty 我们来拍摄 YB天赚 结束 还有随着他的演示的结束 也结束我们今晚的这个节目 但是在这里呢 有一点东西要向大家报告的 就是今天的这一场晚宴呢 我们一共卖了40张的席位 40席 那么加上赞助金有3200令吉 一共呢 在还没有扣除所有费用的时候 现在目前一共筹到了 一共是11000令吉 我们谢谢大家的支持 因为你的支持呢 不单单只是支持这个支付而已 也是整个斗争 整个斗争这个过程 谢谢 谢谢你们再次的代表 这个主办当局 向大家表示最深切的献议 谢谢大家 谢谢晚安